年龄部分我想前面有做过 所以等于这个地方是复习 等于datif 这个地方只能用datif 你只能用这个直接打 不能用插入函数 这个datif 前面是期跟哪一天比 跟today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today可以自己打 然后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然后比什么 比y y的话是比几岁 可以打勾 可以上下填满 第一个部分的年龄就算出来 第二个是分析 那血型分析的话是根据什么 这个地方一样是 第一个要先等于什么 如果说我今天要先等于一个 星号 那个星号的话 我可以在插入里面的符号里面找到 符号里面可以有更多 特殊符号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也是有个星号 先按个确定 他就有了 然后end 这个是一个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字源 就是一个字 end什么呢 end我要查什么 那所以这个地方插入V2个函数 最近有使用过的 那它根据什么 根据B型 它的对照表F3 在血型 这个血型已经做好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这个血型来用 那我要找的东西在哪里 在第一栏 第一栏是查第一栏 我要把第二栏查回来 所以第二栏 比对方式呢 输入0好了 因为只有这几种血型没有其他的 按确定 好 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做好一个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Ctrl C 然后呢 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贴到后面Ctrl V 这个地方记得串接一下 把它end一下 串接什么呢 这边把它改成 本来是评价 后面还有第三栏 把第三栏带回来 打勾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会出现 充满感情的行动家 等等 有没有 它的评价跟分析 可是最关键的地方 不过预设 你们特别注意 这个对齐方式本来是没有打勾的 OK 所以请记得 预设当然这样子会变成 它没有折行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 这个打勾 字的话呢 大概把它改成 大概10号字就好了 那如果我要让它强迫换行的话 以往我们是游标放这边 Auto键加Intel 它会换行 可是 在这里它是一个公式 怎么办 特别注意 这个也跟刚刚有提到过的 那个ASCII Code 各位应该有印一下吗 ASCII Code 其实就内码 在内码里面 我们刚刚那个内码表 也刚刚是在程式码这边 其实就刚刚的东西 再往上找一下 那ASCII Code里面 其实如果说你要换行 换行是在哪一个 这边应该有可以看到 它有个第几个吗 012345678 910 10的位置 有没有 NL 其实就是什么 New Line 意思是怎样 来帮你什么 换行的意思 帮你换行 那我叫10 可是我要怎么输出呢 其实刚刚有用过嘛 用那个CHAR那个函数嘛 所以其实你只要怎样 在游标放这边 那我要从这边换行 你就打一个CHAR 刮糊 输入什么10就好了 也就是让他在这边帮你什么 增加一个New Line 换行 OK打酷一下 看会不会OK呢 有没有发现 换行了 所以 所以如果你懂内码的话呢 其实可以做出很多效果 本来不行的 你可以做出来 但是主要那个 RCK code里面就是键盘的一些相关动作啦 所以如果你将来你可能在你的这个公式里面需要用到一些内码 那你可以用那个方法 好啊打勾就可以完成 向下填满 好 这样的话很快就全部查完了 但是后续延伸的 顶多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有关那个 血型的VBA啦 那我后面这个大概前面也都有部分是有讲过的 第一个是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让他直接执行 所以For I 等于第六列到最下面一列 把这个公式丢进这个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想没有太特殊的 那第二个是 呃我可以怎么样 还原他的格式 还原格式 意思说我这边本来应该输出是长这样子 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输出的同时 也有没有刚刚输出到储存格里面是公式 但是他没有格式化 那我们格式哪些地方 一按滑鼠右键 自动换列 OK 第二个的话呢 本来是字中 我把它靠左 第三个字的大小 本来是大概12号吧 那我把它改成10号字 第四个是微软正黑体 所以有四个地方我做了 就是换行跟靠左 四个大小 字型四个地方更改 那你想说怎么更改这个地方 其实在我的程式里面有提到 总共这个地方 这个是输出 如果靠左的话记得哦 这个地方有个软正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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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XL XL OK 他就怎么样 帮你靠左 当然这个地方也不用死贝了 其实你点下去哦 他这边有个Honylunco H有没有 你打一个H 他这边会出现Honylunco 有没有 Oligumon 这个其实可以拿来用了 那只是说 瓜糊 你可能要再自己再加上去 那 那换行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Rap Tex 等于True 就是换行 那字型名称 这边有Name 给这个Size OK 那当然你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一个一个儲存 一个慢慢的去改变 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是整个range改变 我有两种写法 OK 那再来就是还原 还原就把它改回来 包含就是说 本来是 自中就把它改为XL Center 那RapTex把它改成Force 那原来是新系名积 原来是12号式 OK 那其他的话大概就 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有还原 有没有还原 然后再把它格式回来 最后多一个清除了 其他我想大概就这样子 那今天的话大概 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一题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后面还有一些 综合练习题 下一个礼拜 可能会把这相关的V路函数 先讲 然后再来讲一些 比较进阶的题目 包含什么人事分欄 还有班级资料查询等等 比较跨多工作表 所以今天我想 就先讲到血型 等于是把我们主要的综合练习题先讲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会再来讲其他的练习题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后面的是那个练习题 答案其实在云端上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weil这个练习题 aría van 西册 他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